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咱们来聊聊这辆比亚迪第一 它是比亚迪和滴滴联合开发定制的这么一款车型 未来会大量的投放到网约车市场上面 咱们未来可能大概率会打造一台这样的车 目前它是不对外出售的 会以租赁的方式出租给司机 我听说大概一个月是四五千块钱的一个费用 不过这跟咱们大多数的消费者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咱们主要来看看它会给咱们未来的出行带来哪些便利 而且这辆车目前它的牌照还不是太齐全 没有办法在公开道路上行驶 今天咱们就把重点放在它的静态体验上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外观部分 整体看上去还是比较呆萌比较可爱的一种感觉 作为一台工具属性的车型 我觉得还是比较关心它的一个体型 毕竟这涉及到咱们内部空间的一个使用 在发布会上的时候 他们官方宣称有着A级车的一个尺寸 然后B级车的一个轴距 C级车的后排腿部空间 确实它能够在4390毫米的长度上做出2800毫米的一个轴距 很厉害的一个数据 可以看到侧面它整个造型其实是跟大众的爱迪3系列 这个车型比较接近还是比较考虑实用性的一种需求 轮胎它的尺寸是19560R16 那再往上能看到这里是它的直流充电的接口 在左侧官方宣称也可以选装交流充电的接口 当然这辆车暂时还没有选装 同时透过它的挡风玻璃能够看到有一个彩虹的接架灯 这个算是一个小的创新 可以方便你快速的跟司机去对暗号去接上头 即便是在机场那种相同车辆比较多的一种场景之下 你也能通过灯和车牌号快速的找到相应的车辆 这辆车在外形上最大的亮点 毫无疑问就是它的右后门配备了一个电动的侧滑门 左侧还是常规的开门方式 你不但可以从外面打开 司机也可以通过里面的按键帮你打开 这样的话乘客上下车很方便 同时也防止开门杀 开门再也不怕后面有车辆或者说行人入隔撞到他们 要知道这是很多20万以下的MPV 都很多没有配备这样的功能 所以说这绝对是外形上非常走心的一个设计 上下车也非常的方便 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把手 刚才看到了我上车的过程很从容 上完车之后呢 它的右侧 比如这还有一个电动关闭的按键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门非常的轻松的关上 上完之后呢 咱们先体验一下的空间 毕竟官方宣称它是有一个CD车 也就是中大型车的乘坐空间 前排已经是我的驾驶坐姿了 副驾也跟主驾齐平 可以看到我的腿部呢有如果算这个靠背的话 大概有一拳两拳三拳的一个位置 空间还是非常宽裕的 而且它的后排的座椅 首先呢它的坐垫给腿部的承托呢 能够坐得比较到位 因为它比较长 并且我觉得它的横向空间坐三个人绝对是绰绰有余 所以平时即便你们是四个人打一台车的话 也不会觉得空间特别的拥挤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并且呢 它的靠背 我觉得速度也还可以 虽然说中间缺少一个独立的头枕 但是呢 整体它的后排的乘坐表现还是不错的 而且它的地台呢 也是一个纯平的空间 平时呢 即便你中间坐人也感觉不到非常压抑 头部空间 如果我坐中间的话 还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大概也是一拳左右 如果我坐两边的话 头部大概一拳一两指左右吧 空间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 除此之外呢 就要说到它的配置了 比如说我前方有背架 有这种挂钩 最大这个重量是小于三公斤 所以说平时你挂一些 什么蔬菜水果啊 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 并且呢 可以看到这一面呢 有两个USB 并且在我右侧的屏幕后面也有一个USB 所以后面三个人完全都可以自己充自己的互不干涉 并且呢 两边中间还有一个这种纸抽盒 可以打开放一些小的纸巾 而且它附架后面这个屏幕尺寸还非常大 是一个安卓的系统 平时比如说上上网啊 看一些视频啊 做一些娱乐的一些活动 都是绰绰有余的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后备箱的表现 我觉得这应该是乘客第二关心的一个地方吧 毕竟很多时候咱们出去会带一些行李 看一下 首先它是手动打开的尾门 如果能够换上电动尾门的话 肯定会更加的到位一些 先来看一下里面的布局 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还算规整吧 里面有两个小的凸起 同时呢 在两侧也有些空间的划分 有些小格子可以放一些杂物 并且呢 在靠背上也有一个置物带 地台下方也有一些空间的划分 有快速的补台液 这张车呢 是没有备胎的 说到空间部分呢 今天我倒是带了两个道具 来真实的演示一下 首先 这是一个28英寸的大箱子 如果出一些长时间的拆的话 我会带这个箱子 放进去 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这呢 是一个20英寸的小箱子 如果出一些 比如说一两天啊 这种小拆的话 就会带这个箱子 放到这儿 哎 没有什么问题 正好 我觉得还能再放上一对 所以说如果平时 你真的是两三个人 然后出差 或者说出行的话 它的置物空间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OK 咱们去看一下它的前排 好 来到前排 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前排应该是 滴滴师傅们比较关心的一块区域 可以看到它整体的内饰设计呢 非常的简洁 你所有的视觉重心呢 都在这块 10点英寸的中控屏幕上 可以看到它除了 常规的一些 比如说导航啊 比如说空调的一些工程之外呢 它左侧集成了 像是一键接单的一些工程 这样的话 使用起来会更加方便一些 你就不用单独加一个手机放在这了 那可以看到 我的正前方是一个三幅式的方向盘 它是支持前后及上下四项调节的非常方便 而且方向盘上有ACC自身巡航的功能 并且呢 有一个橙色的按键 这个应该是一键登录啊 比如说一键接单啊 一些比较快捷的功能 同时呢 它的仪表盘可能是我见过最小的一个仪表盘了 比比我之前见过几何C上面那个还小 感觉也就一两寸左右 上面显示一些比较关键的信息 比如说电量 比如说续航 比如说时速 左侧呢 也有一个USB接口可以方便你给手机充电 然后再往下呢 有一些储物格 中控台这块它是一个镂空的设计 有电子的换挡拳角 然后左右两侧呢 有些尸体按键 比如说驾驶模式 比如说动能的回收 比如说空调开关 还有一个是右后电动侧滑门的开关 请观察周边环境 注意乘车安全 这个是打开右后侧滑门的一个开关 你需要手一直按住 就很方便的能够为乘客开关门 同时它的中控这里呢 有一个储物空间 有两个USB 下方呢 也是一个镂空空间 需要重点说的就是 两个座椅中间这块 它有一个快捷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文件箱吧 里面可以放一些比较贵重的物品 拿开之后呢 这里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空间 同时呢 前方有两个杯架 基本上平时你放一些杂物啊 放些水啊 都能够放在这块 非常好的安置 它座椅其实有些讲究啊 就是它主驾驶的座椅要比 其他三个座椅啊 据说要硬25% 这也是为了考虑到 滴滴师傅们 长时间每天可能开10小时的车 它不需要那么软的座椅 反正呢 是需要一些支撑 来减缓它的疲劳 呃 主驾驶的座椅配置 我觉得可能有点低 因为我没有看到 主驾驶的这个通风以及加热 反倒是中控屏里面 有后排的座椅加热 并且呢 后排座椅加热 刚才忘了说了 它也是可以在你 比如说这个 司机阶段之后 你可以在你自己 在乘客端的 滴滴APP上进行 座椅加热的提前开启 这我觉得就非常人性化 但是我觉得司机师傅 也需要一些关怀 所以说呢 应该给前排也配上 比如说 最佳的和通风之类的功能 起码之后 给一个选装的一个选项 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在安全配备方面呢 它也配备了 AEB主动刹车的功能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不错的配置 最后咱们来说一下 它的动力参数 这样说它的电动机 最大可以输出 大概是136马力 然后它的续航呢 大概是410公里左右 那么这辆车呢 我觉得实际开起来感觉 今天在停车场里面感受了一下 它的动力加速 绝对不能说 多么猛多么快啊 还是相对来说 开起来比较温和 比较轻松的一台车 我相信它的驾驶感受呢 也不是大多数人 想关心的一个点啊 毕竟咱们大多数时间呢 是用来乘坐它 至于它的动态 乘坐感受 我觉得它的绿阵性 包括它行驶起来质感 跟我之前打过很多滴滴快车 比如说十来万这种车 其实没有太多本质的区别 只是说它的空间 它的配置 它的便利性 要比那些车绝对强上 不止一个档次 好聊到这儿呢 这台车基本上 咱们就已经体验完了 可以感受到 这确实是一台 挺照顾用户需求的一台车 我觉得是挺具有互联网特色的 包括它的一些表现 它的一些小的设置 小的特色呢 确实能够在未来的出行体验上 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我也希望呢 能够尽快在北京达到这样的滴滴 OK 这期视频呢 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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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